午餐一趟的年夜飯在熱心人事的協助下 將熱騰騰的佳肴送到新竹市的智障協會 我有一個好朋友然後叫Chris 然後他是一個廚師 那我們今年呢就從上個月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開立菜單 然後希望能夠讓他們享受不一樣的年夜菜 希望是能夠熱騰騰的 能夠送到我們這些低收入戶的家庭享用 那希望他們在這個年夜的部分呢 能夠感受到我們在每一個菜窯 給他們的一些家庭上面的一些祝福 那也能夠讓他們在這個每一年的年夜菜裡面 能夠感受到我們跟正常的家庭一樣 能夠有滿滿的愛 在除夕的當天 張小姐親自將年夜菜送到智鞋 並且交到弱勢家庭的手中 讓她感到無比的歡喜 因為除夕夜團圓飯弱勢家庭 和一般家庭一樣能夠吃上午餐一趟的家庭 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張董真的是除夕夜的團圓夜 這個團圓的溫暖 讓我們感覺到 我們一般也都在做團圓 可是今天的團圓是特別的不一樣 那以往我們會收到 就是一些比較冷凍的食物 對他們講當然也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部分 那今天是非常非常的特別 是一個暖暖熱熱的一餐 我想這個部分的心情上是不一樣 我們張董呢 以上為名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經營理念 我們深深感受到 將一份份的年夜菜送到弱勢家庭的手中 祝福大家年節快樂 其中也有受贈者感動而落淚 因為已經許久沒有吃過這麼豐盛的年夜菜了 記者萬事連新竹採訪報導